好,等一下,请 and,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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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3,2,3,2,4,5,0 我讲一下,主要是前进和后退的时候的配合 注意,在男生前进的时候 现在有很多老师会说松膝盖腹股膏放松 很多人屁股就蹲下来了 现在我们忘记这个概念 因为你们太熟悉了 忘记这个概念 我们主要想的就是 膝盖向前重心已经出去了 千万不要蹲下来再出去 这个时候你的这个地方已经压迫到对头了 所以这个时候记住我们还是一样的 和大家型的那个练习是一样的 在你膝盖向前的同时 我的身体是向上去的 这样还能保持两个人不是很重的 同时向下 当跳这个前进 前进并步的时候 男生跟女生还是不一样的 不能在一起走 看吗 不能跟女生 and then 一二三 二二三 这已经重叠了 男生先给身体引导 看吧 女生先走 女生先走 然后男生再走 就是金脚边这一下 启动很重要 给女生 你看 那是给女生一个空间 并不是一起走 那就没空间了 好 还有女生在后退的时候 现在我们记住很多女生后退 以前我们老师会说身体留在前面 膝盖放松 就会出现这样的状态 and 就会这样出现这样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现在女生后退的时候看 当男生给你空间让你去走的时候 看我的腹 向后去 看到吗 我的腹 都和我的头 向后 这就去了 所以我并不是二 看 还有注意点 头并不是说我 向后去就是这样 很多人 这也是错的 向后去是因为我的身体在向上拉伸 所以我的腹股沟一样的 腹股沟在运动 身体在向上拉伸 所以我的人生 但我还跟男生产生了一种 稍稍有一点点的对抗力 并不是他让我走 我就完全躺在后面 是因为我的身体拉伸 腹股向后去 在我的重心 还在主力脚上 只是因为我的腹股沟 带动我的脚去移动 然后向旁边去 来 来 大家试一下 试一下